审美相较于想象力 审美是一个可以后天培养的东西 它就像一个 我可以拿人工智能去做一个类比 虽然说肯定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很像 它有它的 对 因为人工智能就是仿人脑的一种模式 笼统的讲法 这重要 想说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有一套好的方法 进行把它灌输进去很多的科学的知识 符合要求的知识 其实审美很难会 审美多多少少都会有成长 对 所以其实只要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行 就是你要有好的数据 对 好的Label 正确的Label 你不能看到一个老法师 然后可能没有审美的照片 因为它的器材好 然后我们就觉得它其实拍得很好 而且这个东西不能跟随你的本能 这个我觉得做下来会说 反而不能跟随本能 因为我以为审美是感觉的 不 审美可以 应该是感觉 但是当你的动物没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可能体会不到 你需要去push自己 对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好的 然后我们刚刚也说到 就是在这里边好的数据 好的Label很重要 可是也很重要的就是 你有一个好的学习方法 对 就像Transformer一样 有了Transformer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